美国有线电视新网CN 经过了两年的艰洽 终于如愿进入了台积电厂内进行采访 并且在日前播出的采访内容当中 人力资源资深副总经理合力媒透露 台积电计划将招聘2.3万名员工 报道指出随着全球对于晶片的需求持续的攀升 台积电也开始大量的招聘员工 合力媒透露台积电未来 计划在几年之内将其员工数 从目前的7.7万人扩大为10万人 而为了适应这一序列迅速的成长态势 台积电在台中新建了一个专门培训的工厂 及新人培训中心 你好 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开启小铅